字幕 字幕 李宗盛 睜大眼睛看清楚啦 大神只示範一次 看看老叔是怎麼征服這個賽道的 第一個細節 他上了那個草皮之後 才開始起飄 這邊小小的甩 他這邊刻意先走到最左 然後再往右平轉 這邊也是先靠外 先一個紅標快拉之後 就是轉綠的那時候就直接就可以切除這個彎 有保住這個速度 控的非常的小心 這張圖老牛有優勢還是R32有優勢啊 還是老叔有優勢 這邊還有延續飄過來 還行 後面的人在偷吃尾流 這個可能要看一下回方 大家可以去學一下 就是他在拉這個綠飄的時候 手煞車壓了多久 然後方向鍵打了多少 可以去感受一下 這邊不會斷嗎 不會斷飄 沒有斷飄 一直卡在 有一個輪胎在草裡面 這邊就是沿過來了 沒有斷 OMG 也是1分38耶 綁1分38 664 這就是全服第一R32 隨手一跑都是綁1紀錄喔 這邊是清點一下 然後再點點一下控速 他很注重這個速度上的控制喔 他大概在 就是還在飄的時候 他看著下一個彎 就大概知道自己這個速度 是不是會外跑 這個時候他就會去補一些 手煞車來控制速度 我們拉一個大風 馬上轉綠出彎 然後出彎的時候 因為發現那個 轉向還不夠 所以 清點了一下手煞車 方向打死 然後做一個小飄 你看他的細節都在於 方向鍵 方向鍵不會輕易的 就是突然就鬆開這樣 他如果要做一個 起飄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方向鍵都是壓死的 然後壓著 起飄 然後再去做方向的控制 然後他會看這個彎的 沒事問題不大 目前老蘇是這張圖的 綁一的這個紀錄保持者 這個絕對是能學的好不好 滿滿的細節 沒看懂沒關係 倒回去再看一遍 對不對 影片就是這麼的好用 一遍沒看懂 看兩遍 然後接著把自己的R32 開上場 照著學 每一個彎都去學 先從模仿開始 你可能漸漸的 你就會掌握到這個 綠飄 還有這個控樹 還有他紅飄快拉這些細節 twitch 老蘇耶 全服第一R32的超價技術 都在這裡了 得多少 在於你 下一期 大神們將對巴洛克小閃紀錄保持人 心野選頁發起挑戰 誰才是真正的 麥拉倫武器令S之神呢 馬上走開 不要回來 下期更精彩 下期見 下期見